民进党当局现在连海峡论坛都这么害怕 连海峡论坛是一个民间的这种走近走亲 是以民间交流和平发展作为主调的活动 都把它讲成像洪水猛兽 那不就是告诉大家说 所以民进党所讲的 他希望两岸和平交流都是骗人的吗 他等于就是重重的打脸了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他现在越去丑化海峡论坛 反而只是越加让大家看穿 他的所谓我也愿意两岸交流 我也希望两岸和平都是骗人的 否则你不应该连海峡论坛你都反对